歡迎老師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樣的不良風水 容易讓人產生那種 動蕩的晚年生活 好可怕 住很重要 所以容易讓人有 動蕩的晚年的房子 但是你有了房子之後 你要做對 如果沒有改對 一樣會動蕩 所以第一個什麼 廚房 爐灶 為單口爐 因為我想說 我自己住一個套房 然後就做一個單口爐 如果你這個空間 是一個單口爐的時候 這個老年他本身 過了生活就不好 就不安倫 孤獨一生 所以很容易失智 所以再怎樣都要 雙口爐 老實意思 你不用沒關係 你一定要雙口爐 我一個人做一個單口爐 所以你就孤孤無一的 就在這個空間裡面就爐 老師那現在很多小套房 都只給一個單口爐 如果你用的是電磁爐 那沒有關係 你做出來像瓦斯爐出來的 單口爐就必定會帶給 這個人很怪癖 所以孤獨無一 所以到最後 連兒女都不來看他了 所以這種他晚年是不是很動盪 所以非常辛苦 所以這要特別注意的 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居住以這個扇形的載物 你看房子蓋成這樣子 讓你去住 你去住到房子這種扇形 你想想 這扇形的出來 空間是一定跟著一樣大小 前大後小 因為採光面在外面 走到在裡面的時候 一定前大後小 前大後小的時候 那個氣場就不穩 所以住在這裡面的人會什麼 偏激 所以很多人就想 很多人像這種 很多人會想跳樓 很多人想自殺 因為扇形那種扇形打開 去不穩定 所以一般像住這種房子 兒女會怎麼樣 到最後所有錢財都被兒女騙光 不然就被朋友騙光 騙光以後住在這裡 有的錢 原來住竟然很多錢 到最後所有錢都沒了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晚年就非常動盪 所以我們在風水裡講說 像錢大或小 結果就奔刀儲 奔刀儲就是卸財 整個財物就散出去 那卸財的方式有很多種 像如果像這種銀色工程 在做這種老人村 做這種房子的時候 就會被兒女騙走 被朋友借桌轉走 桌轉走要不回來 老人員既大了 你也沒有體力競爭 到最後訴訟而死 所以要特別注意說 當我住的話 不要去找到這種 魁心眼這扇形的住宅樓 絕對會影響我們老年 讓我們老年感到到最後 會動盪苦命 到最後可能連繳 你的水電位都繳不起 所以要特別注意 所以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這種房子不住 一定要選擇房子 雙口如四四方方的 方方真正的一個小套房 絕對很好的 好 謝謝 谢谢大家